单选27这一题是这个图形的转动 所以他说把这个三角形转到这边 那想要问这里面所走的这个路径长到底是多少 所以这一点最后会跑到这个西点 那其实这边就是一个圆弧 要看这个圆弧呢 重要的就是这个角度有多少 那这个半圆的角度是180 这里是60所以这里是30 所以他其实总共绕了210度 210度的话其实等于是整个圆周的360分之210 那我们除掉这个30直到7这是12 所以是占了圆周的12分之7 那现在半径为6 所以周长呢是6乘上2π 好那再占了这个12分之7 所以我们这样子乘出来就得到这个圆弧场是7π 所以这边重点就是你要去看出来 这里移动这个角度呢 就是跟这个圆心角有关 另外就是算出那比例 就可以算出这个圆弧场